花蓮縣政府日前招募的防疫計程車 提供每車一天薪資3500元 這個月3號完成招募 正取有8位在7號展開防疫教育的訓練 檢查防疫設備 最後由花蓮縣衛生局正式啟動載送服務 民眾如果有需求的話 可以拨打衛生局的防疫專線電話 038-226-975 目前花蓮累積47個確診案例 花蓮縣府為了因應居家隔離者 或居家檢疫者就依接送需求 日前招募防疫計程車駕駛 3日完成正取備取人員抽籤 4日完成相關簽約 7日展開教育訓練及檢查防疫設備 在10日正式對外啟動 防疫計程車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針對於居家隔離或是居家檢疫 或是我們在快篩站 這部分有疑似個案的時候 沒有症狀的個案 或是他在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需要就醫 但是他不是呼吸道症狀的 那這些人在就醫送醫的過程中 那我們需要防疫計程車來協助 那所以防疫計程車不是我們鄉親 就直接打個電話就可以叫車 他必須要經過我們衛生局的防疫專線 然後我們再請防疫計程車司機 協助去載送這些需要來做協助的鄉親 所以在這邊可以請我們鄉親 如果有防疫上的需要 當然我們可以來協助做這個事情 那我想我們會這樣子安排北區有六位的司機 中南區各一位 是因為在北區目前我們疫情還算嚴峻 所以居家隔離者或是有疑似個案的會比較多 然後他們需要協助就醫 所以希望這個司機多一點 也讓他們能夠彼此能夠休息 而不會因為太過於勞累 我想現在疫情越來越嚴峻 那我想我們需要這樣一個一支勝利軍 來加入我們抗疫的行列 北區配置六台 中區南區各一台 未便於民眾識別 防疫計程車識別貼紙 將貼於車輛右側後門明顯處 後續都將由華連線衛生局 統一評估載送對象排班及派遣 民眾若有需求 可拨打衛生局防疫專線 038-226-975了解更多 記者蔣邦彥 華林氏報導